我是Yoon Ngahyun 我承诺一次都不成 一开始要讲个小故事 我是一个很小跟爸爸出海钓鱼的人 有一次船停在海中央 退潮再降潮后 发觉在我的船边有一条五六尺长的鲨鱼 鲨鱼就停在我的船边 我可以做些什么呢 基本上我可以接触到他的身体 那时我大概十一二岁 在那一刻开始发觉 原来鲨鱼不是在我们印象中看电影那种鲨鱼 除了他们很温顺之外 没有我们想象的攻击性 自此之后我就对鲨鱼有另一个形式 再长大之后 去到澳洲我潜水的时候 同样我是为了洗海豚 但看到鲨鱼给我的接触 亦是和我小时候的印象一模一样 他们温顺 他们不是见人就吃 大家不用那么害怕 从那一刻开始 其实很多年前 我已经不再碰任何的鱼鱼 到年多前 我开始凑备自己婚礼的时候 我大一样 和我的先生坐下讨论的 就是我们究竟 要不要一道菜是有鱼鱼鱼的 很快 都不用三分钟就下定一个缺论 No to shark fins 那一刻开始 没有老人家或身边朋友 都非常非常支持 同样的 没有鱼鱼鱼 我那餐的婚宴也非常成功 那有没有鱼鱼 是否对你来说 真的那么重要呢 在那一刻开始 无论去到大大小小的见回 甚至乎一些聚餐 我都会和所有人说 Please no shark fins 我相信一句说话 非常时候用非常手法 当人会觉得食欲刺 是一种羞辱的时候 他们会不会就这样停止呢 我希望你可以出一份力量 保护鲨鱼 保护我们的海洋 就可以保护地球了 不如和我一起承诺 一次都不成 partes 有什么东西 对你这位膚健联系 也会安egen 你 meinen셨어요 感谢观看